8月8日下午,校党委书记陈旭、副校长彭刚一行,来到位于法律图书馆地下一层的教学指挥中心,检查学生期末在线考试工作。 在教学指挥中心,陈旭认真听取介绍,并点击进考场,了解同学们的考试情况。 据介绍,今年学校为任课教师提供了语课堂、考试星、易考等多套系统开展在线考试。 当前下午正在举行的在线考试是在语课堂上进行的。 考生在开考前要进行身份认证,考试开始后,系统可通过实时视频监控,随即抓取图像等技术形式进行监考。 认真听取介绍后,陈旭对清华师生在线上教学和考试中体现出的创新与诚信给予充分肯定。 陈旭表示,疫情防控形式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教学指挥中心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坚持使命责任。 任客教师与教务人员要及时回应并解决同学们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好在线教学的总结,表彰,流荡,认真研究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常态化, 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提升教学质量与效率,平稳度过期末考试周,为下学期教学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